Hello大家好,我是摩根 体验服又做出更新了 有体验服的小伙伴有服了 全新模式变身大作战 正式上线体验服已经可以玩了 游戏入口非常好玩 是很萌的主宰在摆造型 看来这个模式也是现实开放的 大概半个月时间 不知道上线正式服了会开放多久呢 有体验服的小伙伴可以点进去体验一下变身大小龙的快感了 然后就是西施即将上线正式服 西施的半生皮肤归须梦炎也会跟随起上架 这个蓝色的衣服是出了bug啊 正常皮肤的样子颜色跟药的衣服差不多 也是灰色为主色调 一头紫色长发很漂亮 大家感觉圆皮和半生皮肤哪个更美一点呢 然后就是六位英雄做出了调整 花木兰终于得到加强 基础生命值提高 成长生命值轻微降低 不过轻件二技能减取后的CD返环时间 从以前的五秒变成了八秒 这可太坏了啊 减起来就能接着用第二次 流畅度绝对提高了不少 试了一把确实可以啊 然后是白里手于二技能充能失常得到延长 从16秒延长到20秒 后期充能时间会降低一些 降低了前期的狙击频率 第三位哪吒一技能伤害得到加强 这前期的伤害可是太爆炸了 还有免伤真实伤害 前段时间优化了哪吒的整体手感 这英雄可以着重练一下 可以拿来上分哦 然后是玄测的大招蓝号大幅度降低 治标不治本还是不行啊 达不到以前的强度 马可波罗被动伤害降低了非常多 这可太致命了 马可玩的就是被动 然后释放一技能的能量消耗 前期增多后期降低 一技能的基础伤害提高了不少 二技能的能量消耗跟一技能一样 也是前期增多后期降低 大招的能量消耗也是一样 不过同样三技能的伤害也提高了不少 但是马可最终还是打被动的 被动被砍成这样 只要强点伤害好像并不能弥补过来这些缺失啊 最后是西施 优化了西施控制敌人时敌人的表现效果 二技能伤害后期轻微降低 其实这次改动比较成功的还是花木兰 希望在新赛季 花木兰可以稍微缓和一点现在的尴尬局面 好的大家有体验服的赶紧去试试新模式吧 我们下期见 拜拜